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五十歲 我去做了一個抽血的檢查 是 那其實因為長期以來 其實我的飲食都是外食 你說高油啦 高脂啦 高鹽啦 加上我們的工作環境 其實壓力蠻大的 所以就是我愛吃甜食 有點暴飲暴食 然後又你知道 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 抽菸會抽得很兇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快五十歲了 我好像要去做一個檢查 是 結果檢查出來呢 沒想到 我居然有紅字 所以你之前都沒有去在意就對 都沒有 我既不痛也不癢 我身體也沒有其他的問題 沒什麼問題 可是沒有想到 我的總膽固醇居然是紅字 因為總膽固醇 它正常值是一百三到兩百嘛 那我是兩百零九 它是目前我所有數據裡面 唯一的紅字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很害怕 我就問醫生說 醫生 我還不到五十歲耶 我這個膽固醇居然是紅字 那怎麼辦 醫生說 哎呀 沒有關係 你知道他還跟我講 哎呀 沒有關係 你超過一點點 多注意一下就好了 我想說是這樣嗎 我還沒五十耶 可是說實在這個膽固醇 就是要降下來 如果你一旦是破表了 就紅字之後 我覺得要降喔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真的 那很多人就不理會嘛 那流來流去就流成愁了 或流成病就來了 好 那小營養師請教你一下 那膽固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那我知道膽固醇是不是也有分好跟壞的 對 沒錯沒錯 膽固醇它其實在體內是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物質 像我們的細胞膜上面也要很多的膽固醇 細胞才會健康 或者是說我們體內很多荷爾蒙藥合成啊 它也需要膽固醇啊 那現在人很多問題就是因為外食嘛 然後生活壓力又大嘛 又醃又久啊 所以是膽固醇太高了 太高了 那太高了就會對我們的心血管 就會產生一些影響 阻塞啊或發炎啊血管的發炎啊 所以膽固醇其實不是越低越好 只是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是過高的問題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這個數字 帶大家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見點的時候比較會有這個概念 像剛剛艾倫姐她是三年前就是大概超標一些些嘛 209那後來她40條 你現在應該都是很標準 等一下她會跟大家分享 她是怎麼做到 真的我覺得有時候要逆轉腎 這個特別是高血脂喔 真的不容易耶 真的而且很多人喔 那個高血脂都是 健檢才發現 因為她不痛不癢的嘛 你自己沒有感覺 但是其實她這個等於說是我們一個隱形的殺手 對 尤其現在秋冬到了嘛 對我們的心血管的保養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們有看到說 像我們總膽固醇啊 就是要空在大概200以內 所以剛剛艾倫也那個數字上 209 稍微超過一點點了 那也許超過一點點 我們可以從一些飲食啦 運動啦 生活啦 做一點調理 它可以再恢復下來 那當然真的過高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還是需要有點藥物的控制啦 然後我們的總膽固醇 下面我們還會常常在那個健檢數字上看到 一個叫做好的膽固醇 一個叫壞的膽固醇 所謂好的膽固醇就是高密度的 高密度我們底下看到這一個 那男生的話要大於40 女性要大於50 這個是越高越好是不是 越高越好 可是它很難提高 大部分很多人這個數值的話是不夠的 而且它除非你是有固定的運動 運動啊 你要靠飲食去增加好的膽固醇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對大部分人都是壞的膽固醇過多啦 然後或者是總膽固醇超標啦 因為你壞的多高的話 其實你就會影響到總膽固醇 如果你這個都沒有你好的沒有上來的話 就相處之下當然總膽固醇就好得很難上來 然後大家都是壞膽固醇過高 很多是超過130的 那那個艾倫姐你們有家族史嗎 還是說家裡面的人也都有紅字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其實最嚴重發生是在我媽媽的身上 那個時候呢我媽媽她其實本身就有三高 因為我外公也是三高 所以我們可能認為是家族史 跟家族裡面飲食習慣 或者是他們到了一個年齡 是不是 就會發 對 對 就會發 那可是妳知道嗎 老人家是這樣的 他也是不舒服去看了醫生 可是他吃藥是這樣子 三天打魚 兩天晒網 他覺得我現在好啦 我沒有不舒服 我沒有怎麼樣啦 我要就可以休假 我吃藥可以放假 所以他其實藥沒有照醫生指示來吃 那有一次呢 他是半夜睡覺的時候躺在床上 他就覺得他整個腦很暈眩 很不舒服 趕快叫我弟帶他去看醫生掛急診 結果掛急診照了半天 也照不出什麼問題來 結果七天之後他在外面突然昏倒 倒下來之後 送到急診室 送到醫院 醫生才說他這個情況非常的嚴重 要緊急開腦 那我們想說這只是摔倒 為什麼要開腦 因為醫生又照了一些片子 是有摔到 我們也認為是有摔到 我們也認為 後來醫生開腦開出來之後呢 他那個腦壓太高 然後那個腦殼沒有辦法放回去 醫生說他開出來是 整個腦部的微血管 全部是細碎的爆裂 而且爆裂到他無法清除 那個微血管所有的那個爆裂 他無法清除那個淤積 然後醫生的意思就是說 他本身三高高血壓高血脂 可能已經有所謂的腦中風 只是他可能沒有很嚴重的發作 剛好是之前可能有暈眩 又查不出來 這次是摔倒 開腦 才發現了這個問題 結果我媽在那個加護病房 七天之後他就走了 其實這種這種狀況 你知道三高的狀況 不發作則已 一發作真的來不及 要不是醫生開腦 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是一個就是長期的隱藏的 潛藏的一個危機 對 對 那真的蠻遺憾 因為中間有停藥就對了 沒有按照醫主 對 他就是這樣 真的 真的有時候真的這個藥物的 藥物的部分真的不能隨意亂停 像以前有研究啊 就是說如果說有那個高血脂的人 他做了這個心導管的這個手術 如果你之後呢 你有在持續的這個按照規矩的用藥 其實那個等於再發的風險 就可以降低很多 防血栓嘛 是不是 防預防血栓的生存 對 然後也可以把我們的血脂肪 能夠維持在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真的是不能亂停藥 對 沒錯 沒錯 講不聽 對 這樣 老人家就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就講嘛 就是 我知道啦 因為有些老人家 像我媽一樣 他們都 他們也會自己當醫生啊 就他覺得吃好了 他就會停啦 或者是沒感覺嘛 不是 他們認為說我吃的就是藥 對 因為他就不想吃那麼多藥 是真的啊 對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時候 要不要試試有一些補充的保健品還是怎麼樣 對 像有時候我們比方說 我們自己有一些有點偏高的問題 或擔心血脂肪的問題啊 你確實可以靠一些運動啊 我們規律的運動啊 或者是說飲食上去做一點調整 比方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太油膩油炸的啊 這些東西 然後選擇一些高鮮的 纖維質比較高的 他也可以幫我們去帶出我們體內的一些 血脂肪的部分 那另外可以選一些保健食品現在也很好 像有些有國家級的這種保健食品的認證 對 這樣也比較安心一點 對 就是有些實驗證明說 他確實對我們降低血脂啊 有這個效果 那我們可以來使用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適時補充 可能是對於現代的現代 忙碌的現代人 甚至一些長輩 我個人是覺得蠻需要的 好的保健的工具 我分享一個經驗 因為之前我們疫情的時候 我就在線上運動 可是我就跟老師說 為什麼我一直運動 我的肩頸還是酸 他就跟我說 那你有沒有膽固醇的問題 我就說還好 大概就在就在跟艾倫姐一樣 就在紅 就是就在踩 踩那個紅線的邊緣 一滴滴而已 那老師他的分享說 他是運動 他是那個教練嘛 是有氧老師嘛 照他講他應該 數字應該很漂亮對不對 第一個他說他沒有 他是遺傳性的 然後第二個他常常肩頸酸痛 後來他去測那個高 就是他就是高鞋子 他吃了藥之後才緩解 所以他才告訴我說 雅芳你也運動了 可是你還有常常肩頸酸痛 你要去注意到你的高鞋子 果然我去看醫生之後 就改善很多了